更大更粗更猛 这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军事武器也是如此 就比如坦克火炮 自诞生以来就在朝这三个方向奋斗 为了更大的体型 德国研发出鼠式坦克 为了更粗的口径 苏联搞出了152神教 为了更猛的火力 出现了多炮塔神教 以及多炮管神教 就比如在红色警戒里的天奇坦克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现实中双管火炮是否可行 有句话说得好 没有什么问题是一炮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炮 而理论上来讲 双管炮的瞬间火力 比单炮管能多出一倍的威力 就比如天奇坦克 以及当前的各种自行高射炮 其中自行高射炮的原理 就是其中一门炮射击产生的反冲力 通过摇臂转化成另一门炮的附近上弹开火动作 这样两边交替发射 一个附近行程就能发射两发炮弹 而且反冲速度比普通的单管炮速度 要快上一半以上 这样的话 火力军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火炮能否像高射炮一样采用双管设计 而对于这个问题 俄罗斯最有发言权 早期的2S35联盟SV就是双管火炮 进入21世纪之后 美国推出十字军计划 德国推出PZH2000计划 俄罗斯陆军也觉得应该设计一款新型火炮 来替换已经服役将近20年的2S19 于是2S35联盟SV出现了 该炮就是双管设计 采用了一上一下两个并列的152毫米榴弹炮 就纸面实力来说 双管版联盟SV的好处很多 比如可以成倍的提升火炮的射速 双炮管可以交替使用 有效降低持续发射所带来的热量 就算是有一门火炮损坏 剩下的一门依然能独立开火 理论上可以达到每分钟23发的超高射速 更重要的是 双管火炮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 连续发射两枚炮弹 无需改变瞄准参数 就能够保证这些炮弹几乎同时命中目标 也就是同时弹灼 虽然其他单管火炮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但联盟SV可以更快的发射更多的炮弹 从而在一瞬间对单一目标造成更大的破坏 在此之前 类似的设计还没出现过 一向推崇大力初奇迹的俄罗斯高兴坏了 计划顺利被批准 样车也顺利被制造出来 正当俄罗斯想着如何一统欧洲的时候 现实给它来了一记大嘴巴子 在测试阶段 联盟SV这款双管火炮不仅没展现什么威力 反而还暴露了不少问题 双管火炮确实可以增加火力持续性 以及打击威力 但是双管炮的设计 不是简单增加一根火炮那么简单 还需要为其单独配备自动装弹机 动力更强的发动机等子系统 但是如此一来 结构也更复杂 整车严重超重 会严重影响机动性 同时火炮采用双管设计也就意味着 会占用内部空间 自身的溶弹量就需要相应减少 这就有点尴尬了 火炮射速上去了 自己却携带不了那么多的炮弹 还有就是材料强度的问题 联盟SV是需要双管齐射的 强大的后座力会让火炮承受巨大的负荷 结构配件完全顶不住 加上俄罗斯为其设计的195工程底盘 迟迟没有着落 双管项目也只能选择放弃 俄罗斯正式服役的RS35联盟SV 老老实实的回归单管 当然 俄罗斯的联盟SV不行 不意味着双管火炮不行 只能说这是其很难实现的佐证 如果我们从实际应用与技术出发 双管火炮能实现吗 从技术角度出发 双管火炮有很大的限制 第一点 可靠性 无论双管火炮是横向布置还是竖向布置 都会加大正面投影 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装弹 都会加大被发现率 被命中率 并且无法避免结构问题 两套抚养机 两套自动装弹机 加上两门火炮一起开火的后座力 观瞄设备也撑不住 损坏的几率更大 第二点 精度 如果两门炮管靠得太近 还会出现因为出塘暴风互相干扰 从而影响精度 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小型高射炮上都能看到 两根炮管一前一后布置 但问题是火炮口径太大 效果如何不太好说 而且火炮的后座力太大 也会影响到彼此 同时 这还会牵涉到火控的问题 双管火炮的火控很难协调 如果是一个人控制两门炮 那就需要考虑观瞄结构的问题 因为后座力带来的影响 火炮系统很难修正弹道 如果是两门炮分别操作 那宽度还需要加宽 但如此一来 就无法使用铁路运输了 现在的火炮 坦克的宽度 都是需要符合运输宽度的 难不成还要为了双管火炮 再重新修建一套运输系统吗 如果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 双管火炮的作用其实并不大 现代战场已经不是大炮主义的天下了 讲究的是精准打击 快打快撤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俄乌战争 俄乌战场上 炮兵的使用方式 就是得到情报之后 精准摧毁敌方集结点 之后换到另一处地区 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地方 一直射击 敌方的反炮兵雷达与无人机 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双管火炮无法满足这两个需求 精度不行 机动性也不行 如果说有足够的动力系统 支持双管火炮有效机动 那不如为单管火炮加更多的防御 以上这些问题 放在坦克身上也是一样的 像天启这种双管坦克 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单管才是王道 坦克无法双管 原因跟火炮类似 双炮管会占据炮塔和车身相当大的空间 坦克的体积也需要增加 这样会降低坦克机动性和装弹速度 而且坦克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设备 比如主动防御 雷达什么的 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再装一门炮管 同时 因为坦克体积的问题 炮管也受到相应的限制 炮弹威力也会受到影响 有些得不偿失 除此之外 多个炮管还不能都装在中轴线上 开炮时 炮塔座圈受力不均 会严重降低炮塔座圈轴承寿命 如果从实战的角度出发 双管坦克没有任何意义 初期的坦克兵不像今天这样主打攻坚 以前更注重防御 压制敌方的轻武器 最初研发坦克的目的 就是搞一种平坦地带反步兵武器 要的是对轻型目标的杀伤 小型炮管那是越多越好 但是在二战期间 因为坦克泛滥 开始出现对付坦克的武器和攻势 坦克为了突破防御 也开始提高进攻能力 所以就有了坦克主炮 同时坦克开始放弃副炮和机枪 升级主炮和装甲 包括升级射程 而坦克的后续升级之路 就越来越倾向于单主炮后装甲 剑炮也是如此 现代军舰的剑炮 大多也变成了单管 不能否认的是 在技术水平相同的条件下 双管剑炮要强于单管剑炮 毕竟在单位实践里 双管剑炮能够投射更多的弹药 所以以火炮为主的时代 军舰上的剑炮大多都是双连装 甚至是三连装 四连装 目的就是增强火力 军舰不像坦克 火炮有安装体积上的限制 那为什么会变成单管剑炮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多管没有意义 现代军舰之所以采用单管剑炮 主要是因为军舰的首选力量 已经由剑炮变为导弹 剑炮再先进 射程也不过略高于100公里 而反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数百公里 对地攻击的导弹射程甚至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 此外 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单管剑炮的射速有很大的提升 比如单管130毫米剑炮的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40发 比之前的双管130毫米剑炮相同甚至更高 单管76毫米剑炮的射速则可以高达每分钟120发 在这种情况下 双管剑炮的射速优势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加上剑炮也不常用 现在军舰自然也没有必要采用双管剑炮 这点放在坦克火炮上也是一样 现代战场不需要双管坦克 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双管 答案无非是坦克对拼时 双管的优势更大 可以先打一发破甲弹 再打一发穿甲弹 不过当代坦克在典型交战距离上 除了穿甲弹指哪打哪 什么弹都打不准 打得准的那叫炮射导弹 而且现代坦克外挂反应装甲的一个依据 就是两发炮弹很难打中同一个地方 不管是同时打两发 还是先后打两发 打中同一个点都是很难的 更重要的是 在火炮可以精确打击之后 高强度火力的需求就很少了 需要长时间火力覆盖的场合也不多 现在需要的是能够快速响应前线需求 进行精确火力打击的装备 而现代火炮的火控技术比较先进 没有必要像之前那样通过发射多发炮弹 从而提高命中几率 面对相同平面静止目标 现代火炮的首发命中率能达到95%以上 一度目标也能达到80%以上 多管只会涂增重量而不干活 而且在空军的支援下 地面部队的工作就是攻坚 防御比火力更重要 最后就是消费比的问题 坦克火炮改造为双管之后 火力没有成倍的提升 反而尺寸和重量增加 机动性下降 只能说毫无意义 而且就当前反装甲武器的性能来说 坦克没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火力再强 防御不行 也就是一枚导弹的事情 实在不行 那就两枚 有加强炮管的功夫 不如考虑给坦克加装更多的导弹与无人机 不仅射得准 也不需要进行大规模改装 总的来说 双管火炮与双管坦克 在技术上会有一定的限制 就比如俄罗斯的联盟SV 说白了就是一种简单线性叠加思想的产物 双管设计固有的机构问题 也没有办法让联盟SV达到1加1等于2的效果 同时现代战场也不需要这种大体重的铁壳子 上战场之后也只能是靶子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双管火炮会出现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